而且我记得他还拿下了一些里程碑的数据 对吧 他完成了一万伤害的这个里程碑 非常厉害 同样也带着队伍 拿到了这一次第一的这个竞技名额 这一次的对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很极限 虽然说最后时刻 A186没有能够完成分数的反超 但是他们在最后一局 对于分数的这个追逐 还有他们对于战术思路的一个 非常清晰的展现 让我们看到了这一支战队的韧性 不过能够在A186的手中 抢下这个第一名的斗鱼无忧战队 确实是实至名归 希望他们能够带领 对无忧战队他的单人作战能力 从这个面板可以看出来 一方面是我们在比赛中可以看到 他们的一些不管是协同还是转点都非常强 你还记得他们移动距离是两万多米 对他们在每一局 他们会很习惯去绕大迂回 通过这种方式去到达自己想要的点位 而不是追求一个近距离的转点 让我去跟Polo 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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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怪我怪我怪我都怪我 人的进步是非常明显 当然了我们在最后一局 我是傻逼 傻逼是我 连线让我们一起来采访一下老大鞋 哈喽哈喽老大鞋你好 哈喽哈喽 非常休息 打完了 我们也打个招呼吧 上飞上飞上飞 这次上飞 今天绑什么绑的呀 今天 我是现在八四 我丢一百多分啦,差了一百多分啦 慢慢追吧,慢慢追吧 上分才是正道,打效果 不打,还打 上分,上分,兄弟们,蒙开,蒙开 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,加油,特中兵 也许 这就行,打了 这就还行 应该也有个五分吧,四五分吧 四十大,四过一波的 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,各位特种兵,请准备 他们住那边去打人,我操 我不想住,我不想再去救你的话,我才不会进去 你